大家好 今天是2024年2月3日 我来到昭爵寺 昭爵寺 位于四川省成都市成华区 有川西第一禅林之称 据说是建于唐真关年间 公元627年至649年 名建元寺 唐宣宗室次名 昭爵寺 距今有1300年左右 昭爵寺占地面积非常大 约2万平方米 整体布局也十分完善 中轴线由大山门 八角亭 潜心亭 天王殿 大雄宝殿 藏经楼组成 两侧是观音阁 玉书楼等等 1983年 昭爵寺被公布为 汉族地区佛教重点寺院 在文化大革命中 昭爵寺遭受毁灭性的破坏 几乎被以为平地 寺院的和尚无家可归 吃饭都成了问题 当时的市政府万般无奈之下 只好将寺院划入成都动物园 和尚们也成了动物园的职工 大雄宝殿里不见了佛像 而是住进了大象 直到1980年前后才逐渐恢复 1985年 已经82岁的清定法师 重新回来主持 昭爵寺才开始慢慢恢复 就是大家现在看到的样子 摧毁昭爵寺的主力军 是当时锦江中学的中学生 2022年 我来昭爵寺的时候 遇见一位乡客 肯定也是一位老成都了 他见我在拍摄 就鼓励我 对对对 应该拍下来 文化大革命中 锦江中学的中学生 把昭爵寺荡平了 你知道吗 这些中学生 个个都着了 都没得好死的 很显然 他对那段历史很清楚 至于他所说的 个个都着了 我更愿意理解为 是一种诅咒 是一种诅咒 这就是昭爵寺的大雄宝殿 我们能够看到 这里相克不断 你能想象吗 这里面曾经养过大象 现在看到的大雄宝殿 是1980年后 完全推道后 重建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里是出家人居住的地方 走过这里 前面就是塔林 著名的国民党元老 戴继桃的墓 就在这里 戴继桃的墓 位于昭爵寺的 东北角的塔林里 本来塔林只是出家人的安息地 但在清定法师的安排下 俗人戴继桃也葬在了这里 戴继桃的墓 位于昭爵寺的东北角 这个图很清晰地标明了位置 为何戴继桃的墓葬在这里呢 这又是一个很漫长的故事 我一直在犹豫 是不是专门做一期视频 来讲一讲戴继桃和蒋伟国 以及戴继桃安葬的事 从这个墓碑上 我们看到戴继桃 去世于1949年 地点是广州 去世时58岁 还不到六世 为何葬在了成都的昭爵寺 这个墓碑上只用了四个字 几经波折就凯刮了 其真实的过程非常曲折 我这里就不展开了 看看能不能再专门做一期视频 来讲一讲戴继桃 遗孩的确认及安葬的过程 这是戴继桃和夫人的墓 墓碑上写的是 无星戴传贤继桃先生之墓 得配纽是有横合葬一字 由台北故宫博物院院长秦孝仪 用撰体书写 戴继桃生于四川广汉 但疾惯是浙江无星 从戴继桃的墓地出来 就能看到一片林地 林地上有一块碑 上面写着黄浦林 这块碑是黄浦同学会立的 时间应该是2015年 密碑的人也将90岁了 这就又回到了前面提到过的 清定法师 清定法师原名正全山 黄浦军校第五期部科毕业 浙江南田人 毕业后历任南京中央部兵学校教官等 最后的职务 重庆中央训练团将校团少将主任教官 1941年于重庆慈庆寺出家 法号清定法师 十年38岁 1943年在成都昭爵寺为僧 后为该寺主持 1994年6月在成都参加黄浦军校成立七十周年纪念活动 1999年6月22日时机 去世后 昭爵寺为清定法师建有清定赏师设立他 眼前的这条路就是直通清定赏师设立他的 清定法师是黄浦军校的学生 而戴继桃曾经做过黄浦军校的教师 理论上戴继桃是清定法师的老师 1999年 清定法师的追悼会就是在这个地方召开的 非常隆重 省市两级 及中央相关部门都送了花圈 赵浦初先生发了宴殿 称清定法师 显学密行 一如鲜鹿明珠 疲逆炎静 胜似松风水月 优优优优优优独播剧场—— 这里就是清定法师的设立塔 我也去过不少寺院 出家人的灵塔也见过不少 但这么富丽堂皇的也就清定法师的灵塔了 据说这个灵塔的修建 是得到了最高层的手感的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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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